田小春 75岁 双阳区卫生局司机退休 离异 退休金4300元 家住双阳 住房面积90.25平方米 找一个心肠好一点的 因为人的长相嘛 也得说得出 拿出手的 干净利索的 另外这人的长得白一点 长切的也不行 像我切的也麻烦一点 那就不行 想找一个长相 这个也好看点 长相 他得连人 就是别人瞅得不烦 你说现在有些人 就是一见面就没有人人 就像别瞅我这个 一瞅我就弄了 那那行啊 我瞅这人得不错 一瞅不管我瞅 你别瞅这人挑不出包团 一瞅有一些人吧 坐地它就烦人 看面前就能看出来 看出来了 好不好接触 你跟人一接触 咱就知道这人怎么样 做风伤的 你想你们跟我接触这么长时间了 那我肯定不是急着拉撒的 肯定无得色的 另外可见啊 你怎么亲切我的这都行 你到外头都得像个影 装嘛就拉一会儿 装一会儿装不了 你有的时候这个外头就是 大概那是 是那么健不舒服的 你说那能行吗 真是意思 我绝对不会 我绝对不会男的 我找的像主要 还有谈个事的 主要就是给我整个饭上的 做饭 绝对啥 绝对没必要说的 平时不太会做饭的田大哥 每月花一千元 雇个小时工来给他做做饭 所以在田大哥眼里 如果女方会做饭 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么长相白金又顾佳的李大姐 会是田大哥要等的那个人吗 你好 我是侯娘 倩倩 真年轻 谢谢谢谢 李贵真 68岁 会计退休 丧偶 退休金2700元 家住长春 住房运计80平米 大姐你家东西 干啥多了这么多呀 我这是要拿走 拿到我那个房子里去的 我那个房子马上就 我就要搬到那边去 点东西 在七十堂呢 我在那会儿买的房子 咱又买了一套房子 买了一套80平吧 它已经装新完的 挺好的 是全款吗 是全款呢 那你挺能攒的 那我挪度攒的 那个房子是80平 80平 现在这个呢 这个三十五是八平 这属于公租房 那咱最开始就住公租房了 不是 我原来是在七十堂有一套房子 它是三阳的 好 我就给它卖了 三阳的热 一会儿见相近对象 咱在哪块儿 我想在那个房子 那里啥呢 因为我不想让他到这个连住房 有这个不好的印象 我想在那个房子 你怕他介意这个事 对 那他在想 你连个房子都没有 你住公租房 工作认真的李大姐 获得了不少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 退休之后 他有时跳跳广场舞 偶尔旅旅游 这都是为了出去散散心 爱人于2004年因肺癌去世 一提到爱人的离世 李大姐就难言悲伤 想他想的不敢提 我们同志从来不敢跟我说 一说我就提我家老刘 一提老刘我就会流眼泪的 后来同志都一看我这情绪一变动 他就往别的地方插了 他得了绝症以后 我一宿抽白了头 头发全白了 这是我在小说里头看见的 我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知道他得了绝症以后 我们一家三口抱头痛苦 痛苦完以后 晚上第二天我哥在我那 我哥说哎呀 你这头发怎么的了 我说我头发怎么的了 我照镜子一看全白了 我真的是 我就想到他世界上最最好的男人 我在伺候他期间呢 我后半夜两点钟三点钟 都说这个时间段吧 老天爷是在看 我就前程的跪着窗台那块 我就跟老天爷说 我说把我的寿命给他二十年 我少活二十年 老天你救救他 我求求你 我当时求老天 老天也没答应 他到底还是走了 即使李大姐虔诚地为爱人祈祷 爱人也难以逃脱 病魔的无情 痛失爱人后 李大姐难以接受残忍的事实 陷入了对丈夫的深深思念之中 后期我都得了疫病了 想他想他 我们上班那个地方是在静岳 我上班车了 我就说老刘啊 我上班车了 我要下班车了 我就说老刘啊 我下车了 我回参加了 我在情不自禁地跟他说话 那时候就那样是 人像傻人似的 我除了工作以外 我满脑子都是他 老伴去世后 经朋友的劝说和家人的开导 李大姐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从痛苦中走了出来 虽然现在也时常会想起 老伴对自己的好 但他也知道 日子还得过 生活还得向前看 已经走了16年了 我已经是这个年纪了 我也应该考虑一下 我今后的生活了 对 要不然我今后怎么办呢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李大姐能忘掉过去迎接新的感情 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这老了老了 一旦有个头疼脑热 身边是得有个伴儿了 我想找一个68岁到76岁 如果调的好工资高的的话呢 那年龄再放宽一点也可以 那你觉得就是傻多少工资 四千块钱我上的 那对住房这方面有要求吗 他住房他如果有住房呢 那就更好 没有住房他可以到我家来住 如果要是外地的呢 能接受过 外地也可以 外地也可以 也可以 通过了解 红娘觉得这田大哥各方面的条件 不挺符合李大姐的择偶要求的 于是红娘决定安排田大哥 去李大姐新家见上一面 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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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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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来介绍一下 这是李贵真 这是金套川 你好 我这房是新买的 明天过户 所以今天这房主还没找呢 来 请坐 年轻还没搬走 请坐 谢谢 坐呀 你俩坐一起呀 没事 妈 坐得这么远 坐这么远 这这么远在哪儿呀 这多大平方啊 80 80 也不小 我 我俩人往近坐一坐呀 我俩人往近 咸到瞌就行 咸到瞌就行 嗯 咸到瞌就行 大姐 不小心地繋液 对吗 那是对对 没啥紧张 你这啥紧张 就是 那你觉得大为哪儿呀 我觉得这人还可以吧 演员呢 行不行 演员还行 演员呢 我看还行 还可以 第一印象觉醒 对 给人的印象可以 我没啥大挑截 这样绸子 那你覺得是你找的白眼那種嗎 這不是屬於那種 兩人互相介紹一下 我互相介紹一下 情況 非以為演員過關的倆人 能有更多的話了 可紅娘一看啊 這倆人坐得這麼遠 李大姐也一直不咋之聲 於是紅娘啊 又找李大姐問問 這究竟是啥情況 很緊張 那不是緊張 我不知道問啥好了 我就不知道了 你是很少接觸男同志是嗎 對對 反正我也不知道說 你看你倆坐得那麼遠 這感覺像隔一條銀河 是嗎 就咱得熱呼起來是不是啊 咱自己相見 咱有啥說啥 這通過紅娘跟李大姐這麼一遙啊 李大姐也漸漸地放開了自己 並主動打開了畫匣子 那我想問就是 你和你愛人離婚是怎麼回事呢 我愛人呢 我跟我愛人的感情不好 你能不能講呢 就是 他總好玩啊 打麻將 就是有的時候 我回家下班了也就 那時候我沒退休 下班回家吃飯都找不著眼 看不著眼 沒玩玩去 他去打麻將 我還支持他打麻將 一個家當沒啥事的時候 幹啥呀 就玩一會兒 但是那些有時就傻 是不是 那是 這個事 這個事 不能影響正常生活 關於前妻打麻將這方面 田大哥看李大姐挺認可自己的說法 於是也問起了李大姐平時的興趣愛好 我呢也不會別的 我呢就是廣場舞啊 就是高難動作我都扔不下來 我簡單動作還可以 起碼的眼睛得明白怎麼會 為啥跳廣場舞 廣場舞 廣場舞確實 廣場舞確實是 你也挺斷練身體 斷練身體 斷練身體 但是呢你不能以那為止 政府呢 鑽陽呢有一部分人以那為止 你說明天各家一天早就出去了 帶飯飯走了 中午就不回來了 哎呀那有點過了 是啊 那三頓飯必須的 必須保障 你先說 你也不認公司也不啥的 一個玩兒 一個斷練身體 是是 看他一樣嘛 我跟你說 他說那個事兒 你比如說那我不是說 提升的時候 有的人帶喝飯去去 跳廣場舞 他就不同意 他說那一天你三個飯 你必須得吃好 那主要是對他身體有好處 跟我的思想那麼一樣嘛 基本都吻合 達成儀式的這個 對 兩人都認為 跳廣場舞的目的啊 就是斷練身體 不能以那為職業 兩人的觀點達成了一致 就在這時啊 田大哥提出了自己的顧慮 回去刷牙 你也能刷刷牙 你能不能刷刷牙 你能不能刷刷牙嗎 你不能刷刷牙嗎 你說我不能去刷刷牙 那咱就別鬧了 你鬧著 我是不能刷刷牙 你來 沒限地區 沒限地區 這通過了解啊 田大哥覺得 李大姐各方面都挺合適 田大哥也關心起了 這李大姐的廚藝問題 也不會做啥菜 回家就是炒個雞蛋啊 或者整點鹹子啊 都一吃一碗事 大哥現在那個顧保姆 我現在家有一個小時候 就是給我來燒一燒肉肉的 做做飯 做做飯 因為我不耐煮飯 我煮飯我也煮不好 因為沒顧小時候 做飯的我也是厚了 我做飯還可以的 肉累了 蔬菜累了 都可以 果然哪種菜啊 紅燒肉了 紅燒肉了 紅燒肉我最耐吃的 紅燒肉我最耐吃的 黑口了 我有輕微糖苗病 輕微糖苗病 它是一個應該坦長症的 不應該癮嘛 因為它是一個種病啊 你現在就打了打胰島素 現在就打一次 一道素一天就打一遍 吃飯就打 吃吃完飯就打吧 嗯 行 我想也沒法隱瞞 要說什麼 多好 也許正是因為李大姐的坦誠相待 讓田大哥覺得 這一切的問題都不再是問題了 正當紅燒覺得兩人能成的時候 李大姐又提出了自己在意的問題 紅燒也替田大哥捏了一把汗 我問你可以嗎 嗯 我想我想問問她就是說 咱倆生活在一起以後 這個錢你打算怎麼花呢 這錢主要是都在咱們倆的生活上 別的沒啥 我都沒啥規劃 那我呢就是 我有個實際情況 那我就直接說吧 因為我有個公租房 咱們倆的生活費吧 那肯定是用在生活上了 對 那我還有個公租房 我想能不能把這公租房的錢呢 給我 給我考慮一下呢 嗯 那可能考慮不著 那可能考慮不著 這李大姐關於公租房 防費的問題啊 剛一出口 田大哥這邊就否決了 氣氛也變得緊張了起來 我在公租房 因為我在公租房 五百多塊錢 因為我的公租不夠 那你的意思說 把這個錢放到生活費上 可以 我這個 你這個錢我一分錢都不動 是 就是婚前財產什麼 你工作房子 房子費 那你把我都一分錢都不要 那是 我就是和我這四千三百多塊錢 花就咱倆 就這樣吧 大姐你回家的意思了 你都有 你都有住房子有兩天的 我知道了 你自己可以付一個 你公租房子 對 然後送給你自己 就是 就是說 她的生活 她這個錢就是用在生活費上了 對 對 生活費呢 剩下多少呢 就是 留著旅遊 留著旅遊 未來找哪兒 旅遊出去 我這幹什麼 你比如說 你能出去玩 咱也不能輕鬆 我這 是 是 另外 到現在 萬一 再走在一起之後 你不顧那小時候 這裡別做到省一千塊錢 這一千塊錢 不能說都要你支配 我肯定 所以 你就是支配不支配的 你這一月零碗錢 我肯定給你零碗錢 你別趕緊有工資 我就是說 你的工資我一分錢不要 但是那樣我也不能憋著你 是不是 你的工資你拿 我就和我這四千三百多錢 你拿你咱倆的事 行 我知道了 他給我一定零碗錢 那也可以 零碗錢 我那個房子才六百多塊錢 他給我一定零碗錢的話 購我那六百塊錢 那我就考慮 只要你心腸好 正你國家 我跟你說 啥事不行 啥都不是問題 你如果說 有這個說的 那說的 那我就得想想 我 我 那 今天第一次面對 看著我不是那多事的 所以說我看著 我是挺老實 挺 挺勉甸的 所以我看著我 你的心腸比較挺 我不是 沒有 我挺 我挺在意 就是我們在在意 事業後的 個人處理問題 必須人品要整 你不瞭解我 就是 將來慢慢你就瞭解 不大後悔的 不大後悔的 我這長時間 這一輩子 開始 每個男女關係 一點都沒有 出來話 原來我對司機印象 不是那麼太好 經過他解釋 我也就相信了 就是說 還是咱住在 最重要的一個人體 對 這真是 一旦過了演員這一關 彼此關心的問題 也都能迎刃而解 這經過接觸 兩人對彼此的印象 都很好 田大哥決定了 邀請李大姐 去他雙陽的家裡 坐坐 初步來講 你今天有時間沒有嗎 還可以 還行 有時間不然到雙陽去的 等會兒跟他們一起回去 到我來看看 那也行 那也行 走了 到我來看看 行 那你們說你做菜 還有人家嗎 咱說我再考一考一你 到他們家 咱姐姐在家吃點飯 一起到紅色 吃點飯 那都不一定了 行 那行 事先不一定一起 反正把飯三十分鐘 先拿 我自己吃 行 那再椰子吧 來 買點腸肉 都拿點嫩點的啊 來 街邊笑 管特別的狀況 來記錄和這卡 被聊天曬太陽 來笑我可以看著夕陽的平衡 謝謝 為了留著雨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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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嗎 真的好嗎 好 這可不會吸收翻了的 隨話去說就好 真的不錯 能得到你讚揚我挺高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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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真的 我 等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